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中国象棋是怎么来的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你好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主播丁当FM 今天我们来讲讲 中国象棋是怎么来的 本文作者 志玉 中国象棋的起源 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国际上一般认为 约公元六世纪 出现在印度的恰图兰卡 是国际象棋 中国象棋 将棋等象棋类游戏的 共同起源 其中 王 士 象 马 鞠 兵 这几种棋子的布局和走法 均已成形 后来的象棋游戏系 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 这个观点并不被中国学界认可 他们长期坚持认为 中国象棋起源于中国 唐朝保应象棋 被视为中国象棋的雏形 与之相应的有三处文献证据 其中 最为详细的记载 出自唐传奇 玄怪路 岑顺 小说的时间点在保应元年 其中 天马鞋飞杜三指 上将横行 细四方 资居直入 无回降 不足横行一尺的表述 与后世象棋相当接近 不过 玄怪路一书的原本九亿 后人搜集的版本较杂乱 其中 曾顺一篇 实际上出自宋代太平广记 卷三六九 注释标明 出玄怪路 而清朝康熙年间 古今图书集成 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三一八 引录了这篇小说 却没有题目 与玄怪路大约同时期的 白居易祖师何春申 第十七首中 有冰冲象系居易举 钱中书认为 两者说的就是同一种象系 另外 元代试念成的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中 有西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 唐相牛僧儒用 鞠 马 匠 氏 族 加炮的记载 综合文献来看 唐代相系应至少有 马 匠 鞠 族四种旗子 可能还有炮 因无食物出土 更多细节无法确知 宝印象系起源说 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的象系 象棋 并不是唐代才出现的 在此之前很久 中国就有了这两个名词 但要么词意 玩法或构造 与后世象棋大相径庭 要么细节不可考 至于为什么公元八世纪 突然出现的宝印象系 会和之前印度的恰图兰卡如此接近 中国学界似乎并无答案 国内对印度起源说的严肃回应 只见于宁波大学张如安教授 1989年出版的《中国象棋史》一书 作者自始至终都把印度的这种棋 称作四角棋 一种私人护翼 需要置头子来着棋的薄系 并论证道 如果这样本质不同的薄系 都能成为象棋的起源 那么把中国上古时期 就风靡的各种带棋盘棋子的薄系 视作象棋起源也并无不妥 但实际上 四角棋并不是恰图兰卡 而是棋在印度本土的遍体恰图兰加 况且就算是恰图兰加 其棋子布局走法与象棋的相似性 也远超中国上古诸如六伯 弹棋北周象系之类的游戏 如今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印度棋类游戏传入中国早有先例 北宋初年燕书的《类药集》指出 波罗赛系双鹿棋 就是三国时期从印度传入中国 据说曹旨很爱玩 相比起源 中国象棋的定型阶段争议不大 北宋成号梅姚辰均有象系诗 前者据朱南显先生考证 约成于1055至1075年间 其中可以推断出 有将、鞠、马、足、偏、皮等子 应当有和戒 足过和戒后可携进一步吃子 与国际象棋类似 有九宫 开局前降在中央 可在九宫的八个方向移动 而梅姚辰的时 约在1059年 其中可以看出 有猛兽一类的棋子 可能是象 同时代且为成号友人的 司马光 则有七国象系一书 其中可以确认 炮的走法和打法 已经与限制中国象棋无异 后来偏皮这两个分别在将两边的棋子 何为是 取皮的走法 九宫内斜行一格 至于象能否过和 两将能否照面 不能确定 11世纪中期 中国象棋棋子总数 从34子变成了宋徽宗时期的32子 即双方均少一族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叮当FM 我们下期见